恭喜 接受表扬的分别是于 平东县志愿服务时数 达1500个小时以上 经营值与特别奖 以及卫生福利志愿服务时数 达2000小时以上 经营值奖 共244位的志工 15个志愿服务 集邮团体及环保志工 他们热忱参与社会服务 以及服务社区 对于能够提升 自我的生活品质以及价值 感到非常喜悦 能够帮助人家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而且也可以 让我们老人的生涯 能够充实 当志工很快乐 我从小孩子 活小我就当志工 当到现在 这很快乐 县长派蒙安表示 平东县服务员广大 志工伙伴长期于各乡政级领域 默默地付出 欲无私的奉献 服务在地乡亲 关怀弱势群体 因此幸福期待 借由志愿服务表扬 给予鼓励 激励志工团队士气 接受表扬的有最年长 以及最年轻的志工 他们一同学习谦卑助人 在服务利他中 也成就了自己 我们有能力 为什么不要去做 那这个能力 是表示我们是有能量的 而且服务到更多人 只要一些人的一个努力 那就可以 让整个社区有幸福感 为什么不做 无几职的志愿服务工作 却让人有着无限的幸福感 大家发自内心 为地方 为社区 尽一份心力 期待自己小小的力量 能够祥和地方 温馨社会 我们很愿意付出 在环保志工这一块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平常在马路上 看到马路上都是有一些垃圾 或者是烟地 那感觉心里就很不舒服 清理那个垃圾分类 有时候清理水锅 排水锅种种 这些都是我们的志工的主任 志愿服务团体与志工 展现志愿服务热情贡献社会 堪称是最佳表帅 县服选在每年12月5号 国际志工日前夕进行表扬 给予实际鼓励 由于明年台湾灯会将在屏东举办 会中也号召大家 不分年龄 休久都来做志工 让30周年的灯会更添光彩 2019台湾灯会在屏 评论新闻 蔡立华为德卫采访报道